Hello,大家好,我是叶正峰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我发现自己没有食欲 不想吃晚饭 而且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点发地烧,全身没有力气 然后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我回想了一下白天自己的经历 下午的时候我骑摩托车去镇上了 然后去镇上的话我去了超市 然后去了理发店有点头发 然后在水果汤里买了一下水果 还有就是取了一下快递 在这过程中我是戴着口罩的 而且我也没有直接跟任何人有接触 或者用手碰过其他人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镇上没有发现任何的疑似病例 我们现在总共只有三个确诊病例 然后这三个人都已经自愈出院了 而且我们镇里最近的确诊病例也有30千米 所以我们镇上应该是没有心情冠状病毒的 我想了一下自己发第一烧是因为我骑摩托车去镇上的时候呢 可能感冒了 因为昨天气温只有20度 但是我穿的很少 就穿了一件短装和一件很薄的卫衣 在骑摩托车的过程中呢 风比较大 当时我就感觉自己有点冷了 手有点发抖 所以应该是感染风寒导致的发烧 傍晚我从镇上回来的时候呢 我去跑步了 沿着我们村里的这条公路 跑了大概有6000米吧 因为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运动了 这次跑完6公里之后呢 感觉全身酸痛 比较累 晚上感觉的全身乏力 应该就是运动导致的 所以昨天晚上我早早的就睡觉了 10点多就躺下了 我就是想看一下第二天症状有没有缓解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 发现自己烧也退了 然后身体也有了力气 就是有点轻微的感冒 还有就是头稍微有点晕 其他的全身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这次就是因为普通的感冒导致了发烧 跟冠状病毒没有关系 在这里的话也提醒各位小伙伴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然后请洗手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见 拜拜